为什么我这么能够随时知道 什么是律法 什么是恩典呢 因为我曾经用几本圣经 画圣经 红色的是神的恩典 好像耶稣的保险 红色的是神的恩典 然后蓝色的是相反 是神的惩罚 警告 绿色的也是律法 我们正从神应该怎样做 所以人说什么话 刚才你说的 不要骂人 这个是绿色的 不要骂人 这个是绿色的 然后我就加上 神帮助我们不爱 不骂人 而且我们常常见见神 我们家庭更和解了 就更平安 更开心 神也喜悦 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家庭中 真的要用神做完了 这个就是恩典 所以我留意到 应用在日常生活 人说话的方式 我马上留意到 有些人讲恩典的话 但有律法的态度 是怎么样的 神很爱你 但你不爱神 神很爱你 这个是恩典 但他说的话的时候 态度是律法 这是责备的 神很爱你 你知不知道神很爱你 这个律法的态度 所以我们也留意 我们的态度 讲道的时候 你是发露的眼睛 还是游和开心 有些人以为 我有发露的 露目的眼睛 人就会听话 我告诉你 的确是这样的 但长期来说 人会变得越来越 有压力 做得不好就被你骂 或者是看到你的眼睛 松猛的眼睛 看到就惧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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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